天高海阔 张修杰 耶鲁大学的诉讼里面指出 耶鲁大学违反了联邦公民的权利法 在大学新生录取的时候 歧视亚裔还有白人学生 那么司法部说 耶鲁大学几十年以来 一直存在着针对学生的种族歧视 而这种种族成为该校录取学生条件的 一个先决因素 在美国的司法部里面 有一个专门负责民权的部门 他的助理检察长德雷班德 在一份声明里面说 他说我们应该以学生的才能性格和成就 来决定他们的入学资格 而不是应该由肤色来决定 否则我们的学校将会助长 成见怨恨和分裂 我们看司法部这位民权部门的助理检察长 讲得非常清楚 这种根据学生族裔的因素 来决定他能否入学 会造成在社会上的成见怨恨以及分裂 美国司法部强调说 耶鲁大学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偏向某些族裔的申请 而不是利用其他的手段来实现 校园里面学生的多样性 那么在这个诉讼里面指出 耶鲁大学在这个招生过程当中 对这个亚裔对白人有非常严重的歧视 歧视到什么程度呢 在司法部调查的结果显示 每年在这个耶鲁大学的亚裔学生 跟白人学生的录取的比例 只有同等条件中 非洲裔申请者的八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 换句话来说 如果我们亚裔跟非洲裔的学生相比 在同等条件下 非洲裔的学生如果能够录取一个的话 亚裔学生只有八分之一个 而白人学生只有四分之一个 其实早在2016年的时候 很多亚裔的学生团体 就向这个美国司法部提收了诉讼 控告这个耶鲁大学 还有这个哈佛大学等大学 在招生过程当中有种族歧视 而司法部在2018年 开始对这个耶鲁大学进行调查 在调查过程当中 司法部也告诉耶鲁大学 他们这样做是种族歧视的 希望他们在这个 今后的招生过程当中能够更正 但是耶鲁大学态度十分强硬 他认为他们这种招生方法 是平权的表现并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所以现在司法部 对耶鲁大学提出了正式的诉讼 那么这次司法部 对耶鲁大学这个诉讼 当然是有关所谓的族裔平等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 在美国的大学招生过程当中 或者在美国其他的一些领域 这种种族歧视是很明显的 我们经常在美国 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媒体 都要强调说什么族裔平等 美国一旦出现一些社会现象 自由派的媒体民主党人都说啊 是因为美国存在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有谈过这个所谓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那么比如说像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这种美国的名派大学 在招生过程当中 明显对亚裔学生 对白人学生的歧视 算不算是系统性的歧视呢 修杰我个人认为是 但是问题是民主党人 或者左派媒体 他们平时讲的所谓美国存在 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他们并不是指的这一方面 他们指的是白人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歧视 每当有白人警察 击毙了非洲裔的嫌犯时候 他们都说 你看这证明了美国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但是偏偏他们把在美国大学招生当中 所存在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 全部都给隐瞒了 那么现在司法部对耶鲁大学的起诉 又一次提醒美国社会 在美国确实有种族歧视 不过这个种族歧视 是在很多层面当中 包括在大学招生 在政府的一些工程的招标当中 都有这一类的种族歧视 连现在竞选连任的川普 也不能免书 川普全不久提出了一个什么白金计划 这个白金计划就是要创造 50万个非洲裔人的企业 让非洲人的企业 在未来美国的一些 政府的招标项目当中 能够得到照顾 那么这种照顾 其实源于50年代60年代 美国兴取的评选运动 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 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 在社会上 在政府部门当中 有很多法律规定 某些事情黑人是不能做 黑人是不能去的 我们经常讲的例子 就在公共汽车上 在巴士上面 有些位置是专门留给白人的 黑人是绝不能够做的 在某些公共场合 某一个区域 黑人也是不能够进去的 在那个时候 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 那么但是后来 美国的平权运动 已经把美国政府当中 把一些法规当中 所有的有关种族歧视条文 全部去除了 现在我们还能举出 某一个法律 某一个政府的条文规定 有什么事情某个族裔 是不能做的吗 现在我们只能从法律当中 从一些行政的政策当中看到 很多族裔 在某些方面是受到照顾的 那么在平权运动一开始 这些特殊的照顾 是不是合理的呢 很多人认为是合理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道理 是这样讲的 你看非洲裔美国人 或者是原住民 他们在过去漫长的历史当中 在美国受到了歧视 所以他们的这个起跑线 跟其他族裔不一样 那么为了让他们 尽快能够赶上来 为了尽快改善 他们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所以应该给予他们 一定的照顾 这种政策 在当时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有很大程度 是能够解决一些少数族裔 或者一些弱势群体 他们所面临的一些 实际的社会困境 但是问题是 这个平权政策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 慢慢它的方向就跑偏了 慢慢就出现了很多错误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 这个平权政策 它到底有什么错误呢 最起码修杰我个人认为 它有以下几个错误 第一个 它强调的不是所有人 在一个起跑线上 它强调的是 所有人都要在一个终点上 我们知道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 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我们人类社会 都必然存在着竞争 我们人类社会 就是在竞争当中 不断的进步的 国家跟国家有竞争 民族跟民族之间有竞争 同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竞争 美国社会也是一样 一个社会有竞争的时候 必然就有人 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有人就成为失败者 同样是创业 有人成功了 有人成为比尔盖茨 有人成为亚马逊 但是有人就创业失败了 这本来是社会竞争的必然规律 但是平权运动发展的一开始 对某些族裔 对某些弱势群体 给予照顾之后 好像一段时间 这些弱势群体 这些少数族裔 并没有达到平权运动 希望所达到的目的 于是平权运动的照顾政策 不断的进行修改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平权运动所存在的第二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当一些特殊照顾的政策 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制定政策的人 或者媒体 或者一些研究机构 或者一些学术单位 甚至一些大学 并没有去检讨 这些所谓的照顾政策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到底是不是真正能够改善 少数族裔的地位 反而在特殊照顾政策上 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加大力度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就以今天在美国的非洲裔 这个族群来说 开始美国的平权运动 就是源自于非洲裔 要争取自己的合理的权益 当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相关行政的法规 通通都已经消除了 种族歧视之后 非洲裔应该受到 什么样的照顾 这本来就是社会当时的 一个讨论的话题 而后来立法机关 也对这个少数族裔 进行了很多照顾 这里面受到照顾比较多的 一个是非洲裔 一个是原住民 讲到原住民 今天在美国 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很多左派的政治人物 左派的媒体 左派的学者认为 美国的原住民 应该受到更多的照顾 为什么呢 他们说因为这片土地 本来是原住民的 而欧洲人来到 抢了他们的土地 所以才造成 他们今天生活的困境 才造成了 他们面临的困难 所以美国人欠了原住民的 应该给他更多的照顾 如果这个说法合理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观点 放到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它十分荒唐 比如说今天生活在英国的白人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从欧洲大陆来的 原来生活在英国本岛的 当时的土著 已经全部被赶走了 或者全部被消灭了 那么今天英国人能不能说 他们本来祖先是从法国到了英国 所以他们对英国的土著 有很多亏欠 他们今天应该把英国的 这个所有的国民当中 分出来谁是这个土著的后代 然后对这人给予照顾 为什么英国就没有这样的政策呢 其实在欧洲大陆 我们知道从整个历史的过程看 现在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国家的民族 本来他们并不生活在这里 他们都是从其他地方迁徙过来的 A民族迁徙到B民族的地方 B民族就被迫迁徙到西民族的地方 而西民族原来生活的人 又被赶走到其他地方 这本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 这也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为什么到了美国 因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欧洲人移民到美国 导致了印第安人 逐渐被在这个国土上边缘化 在社会当中处于一个弱势 那么今天美国就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照顾呢 而这些特别照顾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讲的是美国司法部起诉耶鲁大学 那么从这个司法案件呢 我们讲到了在美国的平权运动 讲究了这个种族的平等 上一节我们讲啊 今天在美国政府有很多 对某一个少数族裔特殊照顾的政策 那么当中啊 受到照顾最多的是两个族群 一个是非洲裔美国人 一个是原住民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啊 美国人亏欠了原住民 因为这本来是他们的土地 所以呢 现在原住民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低 社会地位比较低 那么是这美国白人 欧洲白人所造成的罪孽 所以要向他们进行赔偿 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照顾 这种说法其实是非常荒唐的 其实在人类历史以来啊 族群的变迁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一直就没有断过 那么当初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 这个动作啊 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是非常巨大的 过去在欧洲人没有发现新大陆之前呢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世界历史可言 因为世界被分割成很多单独的一块 比如说在欧洲 因为啊整个人类的贸易 就局限在欧洲大陆的几个国家 所以当时人类贸易的水平非常低 那么很难得找到了丝绸之路 跟中国跟亚洲的一些国家发生了贸易 但是这些贸易都是十分零星的 并没有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直到新大陆发现之后 开辟了新航路 人类才结成了一个贸易的总体 那么无论是亚洲 欧洲 美洲 开始进入这个贸易体系 人类社会才有了非常大的文明的发展 欧洲人移民到美洲 确实给当地的土著 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跟损失 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讲的是 新天很多历史课说 欧洲人来到这个美洲大陆 对这个原住民进行了屠杀 所以导致本来在美国生活的原住民的人口 大量减少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为什么呢 当时欧洲人来到这个美洲大陆之后 确实对原住民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是什么 这个冲击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冲击 欧洲人来到这个美洲大陆的时候 他们手上已经拿火枪 他们已经会很多先进的这个生产技术 而当时美洲的原住民呢 还生活在一个比较落后的文明时代 所以当这个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发生冲撞的时候 那么必然先进的文明就会战胜落后的文明 但是我们特别要讲的是 在美洲的原住民的人口大量减少 并不是被欧洲人屠杀了 是因为欧洲人客观上把某一些病毒带到了这个美洲 过去我们讲到细菌跟病毒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这个例证 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之后 他们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天花 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染病 包括流感带到了这里 而当时美洲大陆所生活的人 他们过去没有接触过这些传染病 所以在整个族群当中 他们缺少抵抗力 所以一旦欧洲人感染了 比如说流感这样的疾病 有些人可能会死亡 但是大部分人会活下来 但是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就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细菌病毒 所以在这种疾病的流行之下 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才会大量死亡 并不是欧洲人拿刀拿枪把他们屠杀 所以导致了他人口大量下降 但是总体来说 欧洲人发现了这个美洲新大陆之后 给人类社会的文明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一个发展 但是客观上就造成了生活在美洲的落后文明的原住民 人口大量减少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无论是在美洲 在亚洲 在欧洲 都发生过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类发展历史的必然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是欧洲人对美洲原住民的罪孽 好 我们就算是罪孽 那么今天现代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应该如何补偿这些原住民呢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对原住民 有很多优惠的政策 比如说在我们加州 有很多赌场是原住民开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开赌场 别人不能开呢 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对这个原住民部落给予的一些优惠政策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无论是这些开赌场 或者其他的优惠政策也好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族群 这个部落经济发展 能够迅速跟上整个主流社会 能够成为在这个主流社会当中 优秀而富裕的一个群体 我们看到这么多年以来 联邦政府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对原住民部落给予了这么多的照顾 有达到这个目的吗 这就是我们刚讲的 当一个社会政策推出来的时候 拿一些福利 拿一些特殊政策 去照顾少数族裔的时候 他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这些少数族裔能够赶上来 能够跟这个社会的平均的经济水平 能够获得一个合理的社会地位 或者政治地位 但是很明显 这些所谓的照顾政策跟福利政策 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这些政策 他们所带来的效果 为什么没有预期当中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这些所谓的照顾政策 福利政策 一旦没有效的时候 政府就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 这个病人找你看病 你给他下了药 明显这个药是没用的 你不但没有检讨 你下了药对不对 还在原有的这个药剂之上 再加大这个力度 比如说一个病人 他有某个地方疼痛 作为医生应该去解决 他疼痛的原因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治好这个疼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不负责任的医生 不断的在给这个病人 用马飞 用鸦片 用海洛因 这些毒品来帮他止痛 而这些止痛的结果 是令到这个病人 对这一类的止痛药 不断的追求 美国的福利政策 也就是这样 我们讲到的平权运动 其实一开始 平权运动刚开始的时候 要的是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过去有很多学校 非洲裔的学生是不能去的 在美国历史上 就曾经发生过 国民警卫队要持枪 保护非洲裔的学生 进入学校 因为当时的白人学生 白人的老师认为 这些非洲裔的孩子 进入他们的学校去念书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种耻辱 今天在美国 还有谁敢这么想 为什么没人敢这么想 说明平权运动 已经开始被大家所接受了 但是今天的平权运动 再也不是国民警卫队 拿着枪 保护非洲裔的孩子 到学校里面念书 而是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 制定人 包括我们的立法机构 包括一些大学 他们在平权运动过程当中 慢慢把平权运动 变成了对另外一个 主义的逆向歧视 而被逆向歧视的主义 就是白人 就是我们亚裔 比如说我们加州 在2020大选当中 有一个16号公投案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跟大家介绍过这公投案 这个公投案 如果通过的话 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现在在加州的一些州立的大学 比如说UCLA 现在的亚裔的入学率 据说达到了35% 那么这个16号提案通过之后 要根据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族意 来平均分配这个学位 那么亚裔在加州的人口 占多少呢 大概不到10% 那么换句话来说 未来我们亚裔的学生 在这些公立的名牌大学的 学生比例 占最多不能超过10% 从原来35%掉到了现在10% 那么这对亚裔的利益 这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这个立法的理由是什么呢 提出这个立法的人 他们怎么解释这个立法的道理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 美国司法部起诉耶鲁大学 在招生过程当中 存在种族歧视 那么所以令我们今天讨论到 这个种族平等的话题 上一节我们讲 今年在总统大选当中 我们加州有一个16号提案 这个16号提案通过之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就是原来我们在加州 一些公立名牌大学 比如说UCLA这种大学里边 我们亚裔的学生 大概占35% 而这个16号公投案通过之后 要按照族裔的比例 来分配悬位 那么我们亚裔 现在在加州所占的人口比例 大概不到4% 换句话来说 未来在加州的名牌大学的 亚裔学生将不会超过10% 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会从35%降到15% 又有人说会降到7% 无论如何 亚裔学生在这个所谓的 平权公投案当中 会受到重大的损害 这是肯定将会发生的事实 那么提出这些立法的人 他们的道理是什么呢 他们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看 亚裔在这个总人口当中 只占10% 但是他们在这个名牌大学当中的 这个学生却占了35% 为什么呢 因为亚裔特别善于考试 那么这通常指的是我们华人 说华人特别善于考试 所以非洲裔的学生 这个西班牙裔的学生 在考试方面没有办法胜过亚裔 所以他们的权力受到了损害 那么为了保证这些不善于考试的 非洲裔学生能够进入大学 我们就要推出这个所谓的 平权法案 要按族裔的比例来分配学位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正义 但是你仔细想想 十分荒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说 目前我们在这些大学里边的 学生比例确实占了35% 要比其他族裔比例要高 但是我们要问的是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学生的比例当中 占的这么高 是因为我们在美国 受到了什么特殊的照顾吗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 受到某些特殊的照顾 我们又能够在一些名牌大学当中的 学生的比例当中 占这么高 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们亚裔的学生 特别努力 说明我们亚裔 特别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 很多左派的政治人物 跟左派的媒体 都指责华裔的学生 特别擅长考试 因为我们只注重考试 我们不注重其他的 所以这种学生 在美国大学培养出来 对社会的作用并不大 所以我们亚裔 总喜欢出这个师 那个师什么 会计师 医师 律师 但是我们在其他社会服务方面 我们不如其他主意 这种说法同样也荒唐 过去确实 我们华裔的学生 有擅长考试 但是对其他的领域 不太愿意去涉猎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因为美国大学 不断在修改他们的招生准则 从这个人的综合数字 到领导能力 到这个公益活动的参与度 等等 这十年八年以来 我们亚裔已经开始在修正 我们对名牌大学的认识 我们很多华裔的学生 已经根据美国大学 招生的一些准则 在自己平时的学习 跟社会活动当中 已经把我们过去 所缺少的元素 全部都补齐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学校 占的比例比较高 这个事情 还是成为了某些人 看不顺眼的原因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亚裔的学生 在美国大学 不断的改变 他们的招生标准 从过去单一的 只看考试成绩 慢慢要讲究人的综合能力 还要讲究你参加 社会公益活动的频率 还有就是你的 所谓的领导能力 你的亲和力 等等这些标准 我们都符合了 为什么我们还能够 在这些名牌大学当中 占这么高的比例呢 这因为我们不断的努力 我们不断的改善 自己身上的缺点 所以我们才会在大学当中 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要承认 近十年以来 越来越多来自 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因为他们在经济上 比较富裕 他们付得起 比较昂贵的学费 他们付的是留学生的学费 也受到很多 名牌大学的欢迎 这就令到我们在 这个大学当中 亚裔学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反过来要问 如果我们没有受到任何照顾 我们都可以在学生当中 占比例这么高 那么为什么 其他族裔不可以呢 过去经常有一些 左派的媒体 或左派政治人物说 非洲裔的学生 为什么不能够 进入名牌大学呢 是因为他们经济地位比较低 他们家里付不起钱 去请辅导老师 而华裔的家长 经济条件比较好 他们可以拿出钱来 请老师帮自己的孩子 辅导功课 所以亚裔的学生在考试的时候 就能够胜过非洲裔的学生 那么修杰想问 今天如果政府出一个政策 我们假设政府出一个福利政策 每年每个月 向这些非洲裔的家庭 发一笔钱 用于他们的孩子 请老师帮他们辅导功课 大家认为 这些非洲裔的家庭 拿到这笔钱 会把它用于子女的教育吗 其实我们知道 对子女的教育 不同的族裔 不同的社会阶层 都有不同的看法 过去修杰在节目里边 跟大家分享过一本书 叫明天的明天 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网上找一找 这本书已经有中文一本了 它是由一个美国的非洲裔的女性 社会学家写的一本书 明天的明天 这本书里边所描述的美国平权运动 大概是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当平权运动60年代 在美国兴起的时候 这位作者就访问了一个非洲裔的母亲 这个母亲很年轻 抱着她的孩子很小 那么这个作者就问她 你希望现在美国已经有这个平权运动了 你的孩子的未来是什么 这个母亲说 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 可以有一个好的学校念书 受过良好教育之后 她可以成为专业人士 或者成为政府的雇员 甚至成为民选官员 但是20年之后 同样是这位作者到同一个社区 访问了非洲裔的家庭 同样访问了一位母亲 这位作者就问她 现在美国平权运动发展到今天 你觉得你的生活怎么样 你希望你的孩子未来怎么样 那位非洲裔的母亲告诉她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好忧愁的 我可以靠福利生活 我的孩子将来也可以担心什么呢 这本书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今天在美国社会 让我们看到非洲裔这个群体 他们往往缺乏上进的动力 他们往往缺乏通过自身的努力 去争取更好的教育 从而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 跟经济地位这种想法呢 正是因为不断加大的社会福利 已经令到他们的斗志被消磨掉了 已经令到他们的上进心被消磨掉了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故事 我们能够说对某一个族群的特殊照顾 一定会让他奋发向上吗 我们亚裔的学生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 我们能够在名牌大学当中 占的学生比例比较高 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努力 是因为我们觉得要靠知识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 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我们把教育看得非常重 这不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吗 为什么今天这种优秀的品质 在美国却成了要打压的对象呢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美国 社会价值观已经被这些政客 被这些左派的媒体 被这些左派的学校 把它扭曲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一个民族在这个社会自强自力 靠自己的这个努力 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 却成了要被打压的一群 而长期靠享受福利 不断的得到再得到的人 却更需要照顾 而这种照顾再照顾 会给美国的平权运动 会给美国的族裔平等 带来什么样的反作用呢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司法部起诉耶鲁大学 那么给我们代出的思考是 有关种族平等 有关种族平等的政策 到底什么样才是合理的政策 上一节我们讲了 在美国 今天我们亚裔的学生 特别是在加州 因为我们努力 因为我们上进 我们在学校 占的学生比例比较高 那么这成了一种罪过 我们跟白人都一样 在这个平权运动当中 成了受害者 那么这种所谓的平权运动 会给美国社会 带来什么样的反作用呢 这种平权运动 是以一方牺牲利益 不断的牺牲利益 来换取另外一方 所得到的福利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政府或者一些立法机构 不断的告诉我们说 你看这个族裔 他们过去在历史上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所以今天我们要照顾它 照顾一次不行 照顾两次三次 直到第N次还不行 还要继续照顾 但是这个照顾某一个 所谓弱势群体 某一个族裔的过程 一定会令到 另外一个族裔的利益 不断的受到伤害 而这种伤害 一定会激起激烈的对抗 因为受到伤害的一群认为 这种所谓的平权运动 其实是一种逆向的歧视 修杰在节目里边 无数次讲过这样一个道理 过去在美国 有一些公众领域 在汽车上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有些区域黑人是不能进去的 因为那个地方 是给白人预留的 今天在美国大学 不是同样也出现 这样的状况吗 有一些学位 是给非洲裔美国人 是给西班牙裔美国人 预留的亚裔学生 白人学生 是不能进到 这些领域里面去的 那难道这不是 这种种族歧视吗 而这种种族歧视 就像司法部在起诉 耶鲁大学里面所说的 因为这种种族歧视的政策 不但没有令到 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平等 反而它会引起了 社会的成见 怨恨以及分裂 今天美国为什么这么分裂 不就是跟这些政策有关吗 今天媒体讨论的 很多的话题就是 美国为什么 白人至上主义兴起 那么媒体都告诉我们说 这是因为川普 当了美国总统 我们就要知道 川普是一个民选总统 选川普当总统的 绝不只是白人 如果说今天在美国 白人至上主义抬头 跟川普有关的话 那么我们要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所谓的 白人至上主义抬头 跟今天美国社会的 逆向歧视会有关联吗 当非洲裔群体的 合理的权益 受到侵害的时候 非洲裔的群体 会奋起反抗 难道白人这个群体 就不会吗 难道我们亚裔 这个群体都不会吗 今天我们看到在美国 逆向歧视的 司法诉讼越来越多 难道不是说明 美国社会越来越多 这种逆向歧视 所以才造成了 这种司法诉讼 越来越多吗 这两天 有一个十分 令大家震撼的新闻 就是在美国的密歇根州 有一个民兵组织 叫金刚狼守护者 他们居然准备策划 要绑架州长 要审判州长 甚至要在美国大选的时候 把这个州长猝死 媒体都说 这些都是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 都是支持川普的 但是其实 我们从媒体当中看到 这些所谓的民兵组织 他们真正秉承的是 无政府主义 因为他们觉得今天政府 已经不能保护他们的权益了 这个政府要之无用 不如推翻他 而在一些媒体的报道当中 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民兵组织 他们曾经有一个负责人 发表过一个视频的讲话 在这个视频讲话当中 他们表述了 他们无政府主义的这种主张 并且他们公开声称 他们并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当然今天你在主流媒体 特别是在左派媒体当中 你不会看到这种的报道 那么讲到这个无政府主义 我们看看现在 现在在波特兰 曾经在西雅图 曾经在美国很多城市 都发生了这种暴力示威 这种打杂想事件 他们当中真正策划 这些暴力活动的人 不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吗 那些天天喊着 要把警察部门给解散 要减少警察拨款的人 不正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吗 这跟川普所要的法律跟次序 难道是同一种理念吗 如果不同理念的话 你怎么能够说 现在这些所谓要绑架州长的 白人至上主义组织跟川普有密切的联系呢 其实当一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 受损害的一方一定会奋起反抗 非洲议会 欧洲议会 我们亚裔也应该会 前几天有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表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仇恨中国人的 说要在美国见到华人开枪扫射 很明显 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是受到了目前新冠肺炎 在美国所造成的社会困境的刺激 讲了这些种族歧视 十分危险的话 那么据说美国军方要处理这个人 我们要观察美国军方 怎么样处理一个公开 说在美国扫射华人的 现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除了我们要关注美国军方 怎么处理这个人之外 其实我们更加要讨论的是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 很难免会碰到各种的极端主义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叫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你在一个社会当中 会不会碰到有些个别人 对华裔有种族歧视 有仇恨 甚至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 完全有可能 这种事情不但在美国会 在欧洲也会 在非洲也会 今天如果你有注意媒体的话 你应该可以看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 已经有很多在非洲生活 工作经商的华人 被当地人杀害了 那么如果在美国 我们看到了一个现役的海军陆战队队员 讲出这样仇恨的语言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修解我个人主张很简单 首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报警 一定要让这些偶发的事件公开曝光 还有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幸遇到了一些极端的行为 你必须反抗 甚至拿起枪来反抗 这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 任何一个族裔在美国 你最大的权利之一 就是如果你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你必须反抗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耶鲁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 最亚裔的歧视 今天我们看到 在2020总统大选当中 我们加州的16号公投案 明显都是伤害到我们亚裔的利益 我们为什么不反抗呢 我们如何反抗这种不公平的政策 我们如何反抗这种种族歧视呢 就是靠我们手中的选票 这就是天高海阔这个节目 开播以来 我们一直强调的一点 就是在美国 我们必须要用我们手上的选票 来显示我们亚裔的力量 讲到这个话题 修杰经常给大家讲 另外一个民族 就是犹太裔 犹太裔其实在他的发展历史当中 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 比我们亚裔要严重的多 但是今天在美国 谁敢轻视犹太人的力量 无论是左派右派激进派保守派 谁敢轻视犹太人的政治资源呢 为什么我们亚裔不可以像犹太人一样 利用我们手中的选票 利用我们手中的钞票 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呢 有很多人很奇怪 为什么在美国这么多的 所谓的自由派媒体 这么多的名牌大学 他们的政策都会这么左 有一个平台想邀请修杰 来讲讲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是个非常长的话题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也接触过 比如说我们过去讲到了 在美国曾经兴起的 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 也曾经非常暴力 后来当这些 共产主义的暴力组织解散之后 很多他们当中的骨干人物 负责人都进入了美国一些大学 他们都变成了大学的教授讲师 所以为什么美国很多名牌大学 他们一向左倾呢 跟曾经在美国发生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那么很多人奇怪说 为什么这些大学 为什么媒体要这么左倾呢 其实说到底 这都是跟政治利益 有密切的关系的 如果你注意一下 比如说像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这种名牌大学 他们每年在美国政府 拿到多少资助 他们当中的什么校董 理事会的成员 包括他们的教授 每年他们的收益是多少 你就知道这些高等学府 其实跟利益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些名牌大学招生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两种人最受欢迎 哪两种人最有钱的人 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无论你是什么主义 你都不会受到影响 还有就是能够为政治人物 能够为政党提供选票 提供政治资源的这个主义 他们的福利也在不断的增加 而我们亚裔 我们华裔 在美国很少参与政治 我们不愿意在美国社会当中 形成我们的政治力量 那么我们必然就成为受损害的一方 讲到这些左派媒体也好 左派学校也好 他们为什么这么左呢 那么修杰跟大家讲一个骗子的规律 如果你没有碰到过骗子 你也听说过骗子 骗子都有这样一个规律 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好人 那么他打扮成好人之后 你才会相信他 所以你才会上他当受他的骗 所以当一个政治团体 一个政治人物 或者一个学术机构 他告诉你他是最正义的 他身上完全没有任何缺点 他是完美的 你应该支持他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 你很可能会上当受骗了 所以在大选当中 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一类的骗子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明天投降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明天 Ultima